明天, 又說有經驗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做餅吧 行了, 你先出去坐一會吧 好 你認識嗎? 有我叔朋友介紹, 為什麼要試這次? 你姐姐很辛苦撐起頭家, 生成了 不是我不想做, 是別人嫌我不夠班 不願意聘請我 你不是做企業很厲害嗎? 總之我盡力了, 我約了朋友, 先走了 怎麼樣? 我朋友說他的態度還不錯 對, 但沒什麼料到, 穿一下行不行 人家想找他熟手 總之你這個未來的兒子 就是一種評級好, 但沒有實力的股票 對不起, 浪費了你的時間 我替你給一個計算 不然如此, 失敗了一場朋友 我一定要給一個中國人 你這間紙公司實在表現太慘 只要嚴重的影響都沒有公司的負責 如果你想繼續持有的話 你只要繼續向他供股和還債而已 據我來說, 這個投資真的做不到 是不是收購沒有公司, 你自己決定 對, 又沒有你說得這麼嚴重 中國我已經給了, 是不是事實 你自己心裡有數 初步我看過你們的文件 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到下次我和委員開會的時候 就會討論你的申請 謝謝你, 我們就等你的好消息 不要客氣 再見 謝謝, 再見 謝謝你 怎麼這麼巧 Forents 是 Forents, 很久沒見了 是, 很久沒見了 不過你的旗幣很紅 最近人出了一本書 還在整天電視看見你 大法師, 信法師, 買股不在MCC 你真厲害 別笑我了, 失禮… 顧一會主席 阿勇, 你問他要拿貼士 還是他去碎你買哪隻股票 不是, 我們罪狗吹吹吹 沒什麼, 我不是哄他買哪隻股票 而是勸他放了長渣的股票 你買哪隻股票, 罪人比人很差 你聽他說, 在這裡發誇風 你到底說了什麼? 對不起, 警官有事要做 我要先走了, 再見 再見 究竟你們兩個剛才談的什麼? 沒有, 說他的AR舅舅那筆帳 什麼帳 他就慘了 他的舅舅不知早前買下了原始股 被人騙了一大筆錢 姐姐, 你回來了?吃飯吧 黃先生, 我有事要問你 阿二, 是不是阿興? 我搞出什麼事? 我今天打去財務公司問 職員還你已經把錢還了 究竟為什麼? 你別告訴我, 你去借大耳洞我來蓋帳 你當我傻了嗎?借大耳洞蓋帳 姐姐, 錢其實是原始股屋公司 還給老公, 不過只有八成 剩下的那些是我和娜娜的私機錢 我們籌得很辛苦, 才夠錢收回房子 人家騙了你的錢, 怎麼會還給你們 你們會不會覺得沒什麼說服力 房子也要收回房子 別說那麼多了, 吃飯就吃飯吧 是呀, 收回房子, 吃飯就慶祝一下 不准吃, 趕走才准吃 到底錢怎麼回來了? 我老婆說了 是原始股的公司退回錢給我們 我騙你幹什麼? 哥哥, 你可否聰明一點? 老千被我們拘捕後寧願坐牢 也不會還錢給你, 怎麼會益給你? 至於你們當然不行 現在古潭晚人, 古委會主席親自出馬 人家在大陸的關係多厲害才行 他一發聲, 老千都要給面子 拿回八成就算少了 你說那個柴佩芬? 我們真是遇到菩薩了 可能我平時裝得神多 我真是燒起來 人家不認識你, 怎麼突然還錢給你 你當然不認識, 勇哥認識他 一定是勇哥把這件事告訴他 人家就在外面幫忙 雷雲, 真是要謝謝勇哥 謝謝勇哥 你知不知道我身為警務人員 是不可以接受人家這樣的幫忙的 不幫就幫了, 他們拿些錢出來 難道你又叫阿慶還錢給老千嗎 媽呀 姐姐, 其實老公也是受害者 勇哥, 現在最重要是我們可以熟一層樓 有誰幫我沒什麼所謂, 是嗎? 對…吃飯吧… 現在已經明白了, 可以吃飯了嗎? 吃飯吧…不要生氣…吃飯, 來吃飯 吃飯吧, 姐姐 金草菊花茶喝了, 清熱潤肺, 嗅嗅 都心亢神疑了 我知道你不喜歡受人恩惠 不想Forent幫忙, 但不幫也幫了 他只是出手 叫那些老千賄錢出來而已 是個好事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要把我的家事 告訴別人 冤枉, 我只是跟阿發發生了幾句 我怎麼猜到他會轉頭告訴別人 你現在說什麼都行 好, 入我掃… 就當是我刀口吧, 但罪不至死 你想想, 結果真的解決了 你家裡的經濟問題 你向好那邊想想 我真的想不到 我想到一些事, 有人吃醋吧 我哪有吃醋? 不是, 我真的不喜歡把自己家裡 告訴別人 還有, 我跟他不太熟 受別人這麼大陰慰, 是不是不好意思? 最重要的是我是警察 我不可以用這種方法去接受別人 你明白嗎? 明白, 我明白了 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會再找他幫忙, 好嗎? 你還說明白? 我不是說找不找他幫忙的問題 你明白嗎? 明白, 我明白 那你又明白為什麼我這麼懶惰? 如果他不是女人, 你不會這麼懶惰? 我被你氣死了 睡覺 我被你氣死了 清熱潤廢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辯論》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